好 以前開始了 好 最後要很小時 開始 喔 還是可以演吧 好好好 我跟你講 呃 其實 剛剛開始我訂主題叫在攝影路上 但其實我覺得定錯了 應該是我在選擇攝影這條路的路上 因為我是最近才決定說 欸 我想要做攝影 我之前有想說 欸 我可能可以 我之前幫我們學校 四星大學的環境 有幫免波器 然後去主持過 然後去參加過學生的比賽 但我最近才決定自己以後 可能會走攝影 然後就要講說 我為什麼會選擇攝影這條路 好 我是誰 欸 你們剛剛在大團體跳出來的時候 沒有嚇到嗎 太大張了吧 我在四星大學的時候 有當過我們新聞人報社 是一個攝影部長 然後我們學校有校園記者 那就是一群人寫阿西 以後很想當記者的人 去幫學校做一個宣傳 然後我後來就當他們的編輯攝影長 然後現在在瘋傳媒 當特約的攝影記者 然後我也跟人家 讓他們一樣 當過事情蒙蒙電台主持人 所以我是什麼東西都 嘗試一下 因為我不確定 我一直不是一個 我不確定我姓像的哪裡 所以我什麼都摸一下 然後興趣的身上 對 還有後來就去 不明其妙參加一個 兩岸的什麼主持比賽 然後就得第一名 好 一開始我是怎麼接觸到拍照的 其實我在高中以前 我就是一個讀書的人 就是跟大家一樣 每天跑圖書館 可是跟很多人一樣 講升學的一樣 每天跑圖書館 然後學上課的東西 但是我升大學暑假 因為那時候考完了 然後有整整很久的時間 兩三個月沒有事情做 就覺得好像要做個什麼 然後就去逛書店吧 就覺得不如就學個攝影棚 因為它很容易的感覺 感覺你只要有器材 然後就拜託 媽媽就買相機給我 她不要 可是我覺得現在 我覺得媽媽應該要 覺得很榮幸 她學生 沒有那台相機 就是沒有我現在很精彩的大學生活 所以我用了一個主調時間 我就很認真買各種書 然後看他們裡面到底是 就是光圈快買ISO 去了解它之後 大學開始加入新聞人報社 後來我就要介紹新聞人報社 這個報社它的攝影部 要拍鍛造影影 才會有些影星母會 什麼的 鍛造影是一個辦給高中生 來認識事情的一個應對 然後那邊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好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 那時候很幸運 我第一次可以拍夜店 就是我剛接觸攝影 然後他們就讓我拍夜店 會覺得 這個 女人認識這個嗎 鄭清源聯合報的歷程 好 那我是怎麼接觸到主持的 我還記得我國小第一堂課的時候 那時候爸爸媽媽 在那個 會在教授外面觀摩 大家有 小一的時候有這樣嗎 在外面觀摩說 第一堂上課的樣子 然後我就在下面講話 我就現場被老師叫起來發展 國小第一堂課 然後從 每一次老師 每一個年級 老師對外的結語 都是跟我說 都是寫說 都會有成績單 上面有結語就是說 蔡教授很喜歡講話 然後爸爸媽媽媽很生氣 但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台灣教育失敗的地方 你知道這個人很會講話 你就應該發覺他 很愛講話的這個特質 你怎麼會依據他不講話呢 然後後來我在拍照過程中 因為我很喜歡拍照 跟人家打哈哈 有人就覺得 不然你來 有一次我在 也是像剛剛上面那個一樣 啊 這個這個 這個 我這個 我這個時候 就有人就覺得 好像滿會講的喔 然後就請我去學校 我們有那種實習的節目 就是這個 去主持 這是我第一個棚內的主持節目 因為我們學校有實習的電視台 然後就請了一個 這個叫什麼大麥克先生 這個男的專家 但是我第一次 大家聽了我在介紹這團之後 讓我有機會去主持這個東西 但是 後來這東西放上youtube 大家可以看 就是有興趣可以搜尋 達人說了算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的留言 喔很 很 炮火很猛烈 對 除了 除了就是說他很壯之外 就說主持人是怎麼搞的 為什麼 這麼不專業什麼 其實那時候 很挫折 讓我覺得你就是要 多嘗試一些 你沒有做過的東西 然後讓你有挫折的機會 你才會 知道怎麼去改進 或者是這東西不適合你 所以 多嘗試是很重要的 只剩七分鐘 然後後來 經過 這個 可是我很感謝學長姐 在我這一次主持失敗之後 他們還是願意 因為他們也沒有人 有些東西你們可能覺得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有人要我去主持 我根本不會主持 但是就是有 他們根本找不到主持人 我主持得很爛之後 我主持得很爛之後 我主持得很爛 他們還是找我第二次主持 然後有別的組員 看到找我去第三次主持 一主持後來就小有心得 然後 那時候老師說 你主持那麼多 不如你去抱這個什麼 海峽兩岸主持的新人大賽 然後每一屆 第五屆 第六屆的冠軍 第五屆的冠軍是一個政大的 然後第六屆的冠軍也是 那每一個都有很棒的成就 比如說五屆的那個 他就去中央社 把中央社 央視 大陸的央視 然後類似 演那種 爸爸去哪兒的節目 錄了一整季 就因為這個比賽是第一名 然後第二個 他因為這個去台北廣播電台 膝蓋有點癢 然後 但是我呢 我到現在 當了這個之後 我什麼都還沒有做過 但是這就是一個人生的過程 他這個問題是 台灣五個人 然後中國那邊 有十九個城市吧 然後每一個都五個人 所以就是有一百多人去比賽 然後最後會有三個第一 一等獎 所以很多事情你比較覺得 你不可能 當有機會找到你 人家問你 要不要 你就說要就對了 因為有可能 很多事情會讓你揮頭突變 還是什麼吧 但是 你不能去推掉它 因為你 起碼有讓你揮頭突變的機會 比你每天 過得很明明在跑 好 攝影跟主持兩個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你們 覺得大家在做自己 喜歡的事情的時候 一定要 我之前聽過李延講 那個老師跟我講說 你可能從小很喜歡棒球 但是你怎麼投棒球 你的球速 就是只有70公里 就很爛 可是 你這時候你很喜歡棒球 你不一定要成為棒球選手 你或許 對數學很有概念 你可以當棒球的經理 你要找到你 興趣跟專長的交叉點 你很喜歡 音樂 你很喜歡小提琴 你很喜歡小提琴 但你小提琴怎麼都拉不好 但是你很會聽 你可能可以成為一個 心探吧 隨便 所以你要找到你興趣跟專長 平常念很重要 而且在 像我攝影跟主持 在攝影場合 比如說當婚社好了 你要去掌控整個婚社的 呃 長度啊 什麼的 所以你要去說 欸這邊帶戒指慢一點喔 然後拍 然後什麼 新娘 搭著新郎的手 所以這種事需要互動的 它 所以很多攝影會做不到 跟別人互動 但是 你有什麼樣的 呃 讓別人看到你 然後讓別人知道你 跟別人的攝影不一樣 所以可能攝影不是最厲害的 主持也不是最厲害的 但會攝影又會主持人 你就很少 你要找到你自己 比人家厲害的地方 劉德華說 張學友 唱歌比我厲害 周润發演技比我厲害 但是我演戲比張學友厲害 唱歌比周润發厲害 那你攝影師 你自己在那裡 我是讀COLY 所有學系的 跟佳瑞人 很亮亮他們一樣 但是要怎麼圖書你 我從大一拍的時候 就拍各種不同的活動 然後你在拍各種活動的過程中 你會質疑自己的能力 就開始覺得 欸為什麼我拍得很差 所以之後 你開始質疑的時候 這才有一點開始想 張無忌在練那個 乾坤大樓的時候 他一開始劍三是三 但是他後來發現劍三不是三了 但是他後來更強之後 就發現劍三又是三 這就是那個過程 然後 我就持續拍攝各種活動 然後後來讓我真正 可是我真的過程很平靜 我完全感受不到自己的進步 我真正感受到進步 是因為我拍攝了很遠 對 他就斷照 因為他什麼夜晚也有 然後教室也有 然後什麼兩百人的大合照也有 所以我就 欸那時候 兩百人的合照不是拍了就算 然後說 欸大家 比如說這個 大家看到這部條 他不能有皺摺 不可以四星大學變成新大學 還是什麼的 然後 然後 大家要比一樣的動作 然後說 大家給我比一個讚 最大的就是讚嘛 然後大家就會給你比讚 然後你要看大家頭 沒有 有露出來啊 什麼的 所以慢慢開始建立自信之後 大家要再 嗯 我就開始參加比賽 因為覺得 欸自己拍的可能 做起來不錯 但是那時候我一直很沒有自信 是 旁邊老師說 欸你覺得你想走攝影 那你應該去多參加比賽 幫自己累積的經驗 所以大家要 呃 在自己喜歡這條路上 要自己去尋找很多機會 所以我開始有自信之後 就開始可以 有自信分享自己的攝影經驗 嗯 這我第一次得獎的作品 他是用什麼 我就是有一天去散步 然後就帶著相機去散步 就拍一個老人 坐在兩個什麼 少女中間 這兩個曾經嘛 還要講說 可能曾經自己也像 像你一樣年輕 然後這後來的一個 什麼台藝大的比賽吧 又拍婚禮 你在拍給別人東西的時候 要有自己的關腳 要有自己喜歡的東西 然後就拍了一張小朋友 跟青年對話的感覺 好 然後因為我不是專業的人的關係 所以我一直很努力 想要學習一些專業的課程 比如說我去 我們學校的小龍計畫 就是他給一些有興趣 在不同的領域發展 比如說主播龍 什麼龍什麼龍 然後我讀的是攝影龍 他就是專門培育一些 攝影的 攝影的人才 然後你要走出去 因為我那時候 在這個小龍計畫的時候 一整年 然後12個人裡面 只有我是飛途傳系的 全部人 其他全部都是專業 所以我那時候壓力不大 所以那時候 每一次 有一次老師跟我講過 最重的一句話就是 老師中文把我叫過去 就問我說 我教的作品 在幹嘛 嗯 如果你對攝影態度是這樣的話 你下一堂課不用來了 這堂課就是你最會的堂課 然後就叫我要走出那個攝影頭 很像什麼 身 名模生死 名模生死 然後 對啊 可是後來我就跟老師 拜託問老師 下禮拜讓我重教 反正老師 你也知道 他就給你一個下馬尾 然後最後的時候 過了一年就一個展覽 就是後來 這是一個對我文化老師 他不是那一個 那個就是 針對我的老師 但是那個針對我的老師 也是幫我很多 他說哪一次 因為他知道我不是專業的 他是黃人椅 他知道我不是專業 所以他就常很多地方幫我 問我說 欸專業的打光 還有什麼問題 那 有什麼問題 然後後來我 加拿來就叫這個 因為 這是拍一個什麼 類似什麼 我眼中的事情吧 那事情什麼人都有 有 有乞丐啊 小丑啊 然後 因為那時候我是拍計時的 我根本不是拍 這種 所以 所以在你跨出舒適圈的過程中 你會學到很多東西 但你知道職業攝影 我現在在走職業攝影之後 因為每天都拍一樣東西 我會覺得很無聊 什麼的 但是你一定要保持你的熱情 在無聊畫面中 尋找有趣的事情 然後新聞攝影跟婚禮攝影呢 就是 這是新聞攝影 這只是馬英九 從吳敦面後面走過去 但很像馬英九陰險的在 吳敦面後面 這是 真的很無聊 你就拍一個柯文哲 從辦公室走出來 你還不能進去拍喔 你在出口等 柯文哲等2個小時 等他走出來 這時候就有一個 這個攝影在旁邊 一直拍一直拍 後面大哥就幹他 你幹嘛啊 你拍屁啊 因為我們今天外面 等2個小時了 我記得他 我就跑走這樣的畫面 然後這是婚禮攝影 再給1分鐘 好 這是婚禮攝影 就是一定要 就是你要跟新人互動 然後這是 後來就是 有一個引導的感覺 就是 這種照片不一定新人會喜歡 但你自己會很喜歡 就是 就是你要拍 你除了拍給特務喜歡的東西 你要記得留給自己的東西 好 這是我後來 因為有自己的觀點之後 我會發現我很喜歡拍小孩 所以我後來呈現 小孩跟大人世界的關係 就是小孩在看一個 大人抽菸 我那時候講說 什麼小孩像海綿 大人做什麼 他就學習這樣 然後他根本不想要去這個 造四季 他在婚禮這樣 好 這個超級奶爸 然後這 你看到攝影機的多辛苦 還帶給小孩 蛇蛇 好 小潔 就是我希望你們 聽這12分鐘 要帶回去的東西 就是你要自己去尋找機會 然後帶給你 你喜歡的東西 帶給你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然後你要找 建立你自己的品牌 你比別人強的是什麼 那你要怎麼 把你的興趣跟專業結合 就是今天你們 想要你們 聽這12分鐘的演講 想要讓你們 記得的東西 謝謝大家